来关注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全国政协13届四次会议 将分别在5号和4号开幕 国新办2号的例行政策吹风会 邀请多个国务院部门负责人 介绍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的情况 据统计去年国务院各部门 牵头办理的建议提案 有8100多件 已经全部按时办解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去年一年中 不少人大代表的建议 和政协委员的提案 都关注脱贫攻坚问题 国务院副聘办 刚刚更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 副局长洪天云首次亮相 国新版记者会 他介绍说 去年国家乡村振兴局 一共办理委员代表建议提案 有405件 比2019年增加了39% 其中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防止返贫置贫的提案 有60多件 下一步 我们将进一步 戒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和帮扶机制 对易返贫置贫人口 及时发现 及时干预和及时帮扶 同时也加强和相关部门 相关单位一起 在数据共享和对接方面 建立起农副主动申请 部门信息比对 那么基层干部定期跟踪 回访相结合的 以反评置贫人口发现和核查机制 实施帮扶对象的动态管理 农业农村部 一直都是建议提案的办理大户 去年一共承办了1545件 大约占两会建议提案 总量的十分之一 农业农村部表示 目前已经全部办理完毕 另外交通安全问题 也是代表委员们建议提案较多的领域 去年相关建议提案有153件 公安部副部长刘昭说 去年建议提案主要是涉及 车辆 驾驶人管理 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 公安部一年分三批 实施了19项改革措施 减少办事成本600多亿元 根据统计去年国务院各部门 牵头办理的代表建议有8108件 委员提案有4115件 占建议提案总数的88%和85% 各部门一共采纳委员代表的建议 有3700多条 其中推出的政策措施有1500多项 凤凰卫视 霍伟伟 夜不见 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